各位 我们看到了 今天的这个东风式AA的导弹 连发就跟你震折 秀 muscle 随时投入战斗的情况之下 今天我们透过一张照片来告诉大家 兵胸占围 那不是嘴巴随便说说 这张照片千言万语都在里面 务势敌之不来 事无有以待之 台湾准备好了吗 好 这一次是蔡总统登上紫衣剑 跟紫衣剑上的官兵一起合影 但是这张照片出来的时候 其实让大家也看了小小的吓了一跳 为什么吓一跳呢 我们就看到上面这颗飞弹 这颗飞弹它是一个标准一型防空飞弹 但是这颗弹是他们 军方称为所谓叫战备弹 这张是作战的弹 这是实弹 也就是说今天其实它传 即便在港里面 好 我们看到像这个 它本身备射的这个状态 然后完成发射解算之后 它那个飞弹立刻发射出去 而且你看发射完之后 第二枚弹也立刻在送上 Mk13这样一个发射架 以Mk13这个发射架来说 它其实底下是两个远古型的弹舱 它可以装40枚的飞弹 那美军的装法是8枚鱼叉 是32枚标一 那我们的话 由于我们早前造了八艘的 这个成功级巡防舰 我们美国没有给我们标 那个鱼叉飞弹 所以我们上面装的40枚 都是标准一型防空飞弹 但是其中一定会上一枚 我刚刚讲到这种蓝色的 那个就是练习弹 以军舰来讲 它上这样一个实弹 其实并不是很常见的现象 为什么 因为以飞弹来说 作战的这种作战弹 它其实就有一个叫做环控问题 什么叫环控 也就是它一定要在一定的温度 湿度下面保存 它这个本身飞弹呢 才能够确定它本身的效能是正常的 就是完装的啦 东西买新的 你不能随便撕风嘛 撕风它就可能会 而且它摆在空气里面 第一 太阳晒温度会升高 它摆在下面弹舱的时候会有冷气 会有环境的空调等等 让它能够保持在一个良好的工作温度 然后另外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说以现在的标一方飞弹来讲的话 现在标一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不少的国家在用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这个飞弹本身 其实是打一枚少一枚 也就是它本身上 原厂没有在攻击你一些新的料件 雷神在2020之后就不再制造了 对 不再供应 就开始不再供应相关的零件跟技术服务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飞弹本身 从美国来讲 因为美军现在它军舰全面神盾化 它是已经不用标一了 它现在标一都是攻击它的一些盟国 还在使用比如说像派里这种等级的 就雷达半主动导引的这个巡方舰 或需要使用这个飞弹的时候 才会这样使用 那当然其实我们看 这一次赛总统去 它不仅仅交点只有一个标一飞弹而已 我们看到它去了那个马公的这个天驹 这个任务的住房的这个捧场的时候 他们在现地展示了一架FCK-1金国战机 当然了 大家看都看到这两颗 是什么来 万箭弹 其实这一次不仅仅是万箭弹而已 我们看到后面那个箭弹的这个改良型 也这次也拿出来了 为什么箭弹这个是改良型呢 也就是说以箭弹这个防空飞弹来讲 它当初做出来的时候 它以FCK-1金国战机 A型来说 它一次是可以挂两中两短 也就是在几乎挂两枚 这个天舰2型的这个防空飞弹 空对空飞弹之外 因为它只能挂两枚天舰1 但是现在FCK-1金国战机 经过这个响展以后 它本身可以挂四枚中程空对空飞弹 这个中程空对空飞弹 跟老仙有些什么差异呢 第一 它射程提高了 号称可以打到100公里 这有多重要 它的射程可以打得更远 因为其实本身FCK-1金国战机 相对来讲 美国当初在协助我们开发这个战机的时候 航程给我们限制的很大 也就是说通常我们讲 FCK-1战机是一个短腿战机 它飞不远 那有了这个弹以后代表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它本身能够射击的这个敌机 攻击的这个敌机 你看 例如像摆被马公 马公往前划100公里 那是一个什么概念 也就是大陆的东南沿海如果有敌情的话 而且这个敌情对我方有威胁 那对我们来说 就能够有克制它的这个能力了 所以我经过号 我因为小 我飞不远 我因为整个载油的关系 没有关系我短腿机 但是我打出去的弹 我的巡影范围100公里 我整个宿舍范围就扩大了 对 而且它的本身 飞弹速度也提高 号称提高到6码赫 6码赫是一个什么概念 因为敌方的军机 了不起大概1码赫多 2码赫 也就是如果你本身飞弹速度更快 代表它飞弹本身发射出去以后 对于敌机来说 有一个叫做不可逃逸区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你这个飞机 刚好在我飞弹不可逃逸区里面 你就怎么样都会被我打到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的飞弹速度加快 代表你的这个不可逃逸区 就增加大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巡标头也做得更好 所以相对来说 它有更好的 就是反敌方的逆踪的能力 也就是如果当讯号本身不够强 这个时候其实 以我们新的天剑2来讲 它对于攻击这种讯号 比较弱的目标来说的话 有比之前的效果要更好 好 我们今天晚上要请 夏尔伟带我们来 好好的解剖一下 过去这一个星期 十天半个月你就看到 什么机又来绕了 什么机又来绕了 那个型号我们都已经 灰去 我们今天来告诉大家 从歼10 歼11 轰6K 一层一层来绕 那不是乱派飞的 你最后整个一串拉出来 根本是想定一个 完整的空中作战的机队 已经现行了 来告诉我们这有多可怕 它现在本身是用一个战机 构成一个空中梯队的一个演练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它在海峡中线穿越的部分 有包含歼10 也有包含歼11 两批战机在这边交互通过 另外这个 歼10跟歼11 它在这个地方运作 它主要是要用来搭配 掩护它的这个轰6机 因为轰6它们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它上面有挂 那个阴极磁道 或者说其他的这种 长城的这种飞弹 所以相对来说 它在空中飞的时候 它能够攻击的范围 其实也是说相当大的 但是我们看到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 歼10 歼11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个轰6战机之外 它这是歼 歼16也出来了 因为歼16本身 其实可以说是美军的F-15E 打击英战机的中共版 中共它其实就是看准了 当时F-15E战机 既能空战 然后又有相当大的载弹量 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所以它的飞机外的挂点特别多 可以挂的弹种 这个数量也相当的可观 所以由歼11 歼10提供了空优之后 后面歼16具备电站的能力 然后除了不只是对你进行防空网 跟电子压制之外 它也可以直接进行攻击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想到了波湾战争 美军就是非常有次第的出招 第一个踹门 然后战机掩护之下 轰 轰炸机就来一个 吹枯拉朽的摧毁 然后最后精准的对地打击 你回头来看 它四个不同的想定 歼10歼11 他们就是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过来 它就护卫着轰6K 进行主力打击 最后精准打击歼16 每一个都有角色 除了一个还没有 阴道而卫道 我们有的时候讲 点名阴道多少 那个时道多少 有阴道而卫道 还有王牌还没出吗 阴道而卫道 其实才是真的 要让大家担心的部分 第一个是什么 是歼20 歼20尤其这个战机 我们目前来看 这个飞机本身我们会觉得 它可能执行空战上面来讲 性能并不会有很好 很好的运动性 也就是说 它应该是在逆中上 有达到它所需要的效果 另外它的机身很长 所以相对来讲 它的正面的逆中效果 应该不差 但侧面可能稍微差一点 但是既然是攻击 就已经正面而来 所以它会担任 踹门的角色 而且它的武器都是内载的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麻烦的 就是空警2000 空警2000 它其实是大陆的 大型的雷达运行机 它虽然号称是 俄罗斯的T50的外形 但是它的雷达系统 整个是换用以色列的 它的管制 还有空中预警的效能 比原先的T50要更好 而且它本身 它上面是用主动电子扫描雷达 所以它等于是把一个 非常好的雷达站 直接搬到天上 进行指挥作业 所以夏伟告诉我们 现在阴道未到就是歼20 除了歼20 还有空警2000 好 我们等着来看 是不是整个完整的 空中作战打击的阵容 拉开之后 会不会离开战更近呢 但做了这么多 最后你还不是要抢摊 你如果真的要解放台湾的话 我们来讲讲看 中国大陆的抢摊的杀器 居然在这两天让我们看到 很多人想说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战术的一个大杀器 它展示了一款新型的 水陆两栖用的这种侦察车 这个侦察车 它是从DBD05 侦察车改进过来的 它可以从这个侦察车上 派出什么 派出无人机 派出无人机之后 你可以看到 它从这个船屋开出去 你看它这个是DBD05 然后那个DBD05 开出去之后 它这个搭配的侦察 侦察车就先发射 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 那这无人机到达敌方的 这个阵地上空以后 这样的无人机 其实就让后方的 这个登陆部队 其实提供了 它一个很好的眼睛 然后你看它用到这种 类似像红外线的这种影像 它这个放出去的 这个无人机的 所拍回这个无人的 这个红外线影像 都黑白的 对 其实你看 就可以非常清楚的 看到你按照 一些相关的这些布置 比如说布置的兵要 然后让车子 后续上来的时候 就能够找到 你要这个攻击的这个目标 但你看像美军来说 美军的这个无人机 它其实也现在运用在 美军的这个 前线的这种直升机部队里面 我跟你讲 这个难度就很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以直升机来讲 它主旋域产生 这个下起 气流非常大 我以前搭过一次 黑鹰直升机 然后那时候 我们去海上拍船 然后我看到船 我把我的那个相机 伸出那个窗外的时候 我跟你讲 马上发生一件事 我的相机被 就这样往下降 它气流会把你往下降 它那个下起气流非常大 但是你看 它这个无人机竟然就 直接从这个直升机 旋转的旋转就飞出去了 那你看这个RT 600无人机 它第一 它可以续航四个小时 航程440公里 等于说你在登陆的时候 当这个直升机 发射这个无人机 就把他的眼睛跟耳朵 就往外伸出去了 让他能够看得更远 然后他甚至于 在不用直接飞到敌方的 这个战场上空的时候 就透过这个无人机 掀起一步的 到达这个战区进行侦察 然后另外 也可以选择 那个自杀的这个 那个武器弹药 他也可以自杀攻击 也就是你看 他如果说今天发现 这个重要敌军对不对 他其实在发射的时候 也可以选发射自杀型的 也是这个发射出去以后 他就像一个小小的自杀机一样 去攻击你要攻击的重要目标 就像一个人机一样的 那边也有什么 他学购的 他就像一个人机一样的